支持但最近出现了逆向操作的现象 超面公司还推出了这个像是 南韩版的小相对象的女子团体 三名成员平均体重78公斤 最重的还达到90公斤 堪真是南韩现今最具有分量的偶像团体 三名歌手一声推色近装 高亢的音色中气十足 这次叫Picky Dolls小猪娃娃的女子三人组 就是最近在南韩偶像界引起话题的团体 或许你已经发现Picky Dolls团员身材 和当今主流女性偶像讲求长腿细腰修长的形象 有相当大的差异 因为三名团员平均体重达78公斤 而最重长袋墨镜 犹如NIP战警的金银扇更达90公斤 另外两位李志燕和普志恩 也分别有74和70公斤 除了另类的出众外型 仅仍注意 Picky Dolls更让人讨论的 就是他们拥有实力派歌手的美声 经纪公司表示 Picky Dolls靠着优异舞台表演和唱歌实力 绝对有机会在竞争激烈的唱片市场 吸引听众的注意 东森新闻总和报道 好另外日本大地震发生到现在超过五个月了 为了抚慰灾民 鹿尔岛有一所高中的体操队很用心哦 趁着今年比赛是在地震灾区来举行 所以他们特别加入了卡通趣味动作的元素 而这样用心的搞笑表演 果然